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家統計局 今天忽然間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這篇新聞稿就說 關於中國有6億人口 每個月的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 這個說法 其實是可以從 全國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數據得到引證 即是說有官方的數據作為支持 又將這個議題再度發酵死灰復原 實情第一個引用這個數據 就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他在上個月尾 全國兩會總理記者會上 發表完這個數字以後 首先引來全國嘩言 很多小紛紅紛紛就像當頭棒殼一樣 發現得到原來中國距離全面小康 距離都是相差甚遠 然後還引發了一連串的權鬥現象 起先就是中共的機關刊物求是雜誌 刊登了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篇文章 標題就叫做 關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問題 作為對於李克強引用的數據的反擊 接著李克強就說要搞地攤經濟 他就讚揚地攤經濟 是人間的煙火 是中國的生機 搞了不到一個星期 馬上又被叫停了 而且還由北京日報和深圳特區報 分別發表了評論員文章 對於地攤經濟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就說地攤經濟是不能夠盲從附和的 地攤經濟也要配合得到城市的發展 否則對於城市管理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諸如此類 其實就是對於李克強的反擊 本來以為路線之爭也差不多 落幕 話口未完 國家統計局加入戰團 還說李克強當日所說的說法 是有官方數據作為支持的 根據2019年的相關數據 低收入組和中間編下收入組的家庭戶 對應人口是6億1000萬人 這6億1000萬人 年人均收入是11400多人民幣 故此每月的人均收入是接近1000元 其中低收入組的月入是低於1000元 中間編下收入組的月入是高於1000元 國家統計局就說 這些數據反映到 中共十九大所指的社會主要矛盾 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反映了中國的基本國情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廣大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的 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任務十分繁重 同時也應該看到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低收入 以及中間編下收入群體 轉化為中等收入群體 中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 發展未有窮期 即是說 後面那一句都是兜底 主要是想說 相當一部分的居民收入依然偏低 豈不是等同於駁斥習近平 因為當他前排到零下進行考察的時候 就交出了一份成績單 當時很多官媒也有報導過 零下的所謂貧困發生率 已經降到百分之零點四幾了 但是現在國家統計局所說的 似乎跟那份成績單所表達的意思 真的相距甚遠 到底哪一個說法才是真呢 那麼國家統計局似乎又有權威性一些 因為你專門搞統計 那麼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如果都是流的 豈不是全國的數據是沒有真 如果這個數據是真的時候 那當日成績單上列出的數據是什麼 所以這篇新聞稿 雖然他沒有提及到李克強的名字 但是他就說到 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 只有一千元 這個說法基本上就是 是源自於李克強的 故此這篇稿 其實就等同於是挺理 但是挺理 在這個只有一個權力核心的國家來說 等同於是批責沒有分別 所以這篇稿 根本上就是一個權力鬥爭的延續 當然我都不認為李克強是有一鬥的 只不過 在目前這個國際形勢下 似乎有些高級幹部 在可行的範圍之內 都嘗試提出一些意見 去挑戰權力核心 那到底有什麼原因 驅使這群人去這樣做呢 我認為 要將上兩個星期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之上 宣佈要針對某些中國官員進行制裁的決定 合併一起看 雖然目前美國國務院 仍然沒有一個非常詳細的制裁措施 或者制裁名單推出 但是在早兩天 美國國會的共和黨委員會 他們是一份報告150多頁 當中列出了七個高級幹部的名字 包括有韓正、汪洋、夏寶龍、陳全國和駱惠寧等等 有七個名字 一旦美國真的啟動制裁機制的時候 有得第一批 當然會有第二批、第三批無窮無盡 可能有些中共高幹都會在想 雖然目前的名字還沒有列入第一批的制裁名單 人人自危 誰知道誰會是第二批、第三批 而且特朗普還玩了一件非常厲害的東西 他就說是永遠不會制裁他的好朋友習近平的 換言之 習近平他的親屬當然也不會被制裁 但是其他的中共高幹又怎樣? 如果他有些親屬在海外、移民、擁有大量資產 那他們就很麻煩 不會制裁你而已 會制裁他的嘛 所以 應該是跟這個制裁有些關係的 否則 都已經宣布了終身制這麼多年了 怎會突然之間現在走去玩得這麼厲害呢? 一般來說 主旋律吹什麼調你就吹什麼調 主旋律說什麼話你就只能夠拍手掌 不會像現在這樣 你又說A他又說B 畢竟美國作為資產逃生門這麼多年了 中共那些高幹的白手套 都不知道在當地累積了多少財富 現在突然之間 特朗普玩起這一招制裁 其實是會引起很多高幹的危機感 甚至乎不僅是現任的高幹 退休的高幹也可能會有這個危機感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這當然是我的判斷 好了 現在你說國安法的進程 到底跟這個制裁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我都認為可以一拼來看 如果說是完全沒有關係 在最近一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 討論和表決港版國安法就行了 不需要將它抽起 現在暫時暫時是按下不表的 當然有一種說法是說 在這個月底 怎麼都會臨時召集一次的 即是全國人大常委來通過港版國安法 但這個始終還沒有發生 而且又有消息傳出了 說在夏威夷那裡 就是蓬佩奧將會和楊潔篪會面 到底內容是談什麼呢? 當然兩方面都沒有說 也不會說 等同於上年8月 楊潔篪去紐約見蓬佩奧的時候 事後一樣是互不引述 兩方面都不說到底談了什麼 一直到幾個月後 特朗普上到霍士新聞接受訪問時 他才把這趟會面的情節透露出來 現在一方面 美國宣稱要針對部分中國高幹進行制裁 但具體的制裁措施 以及實際官方認可的名單就沒有 共和黨的名單就有了 另一方面 在中國說要立港版國安法 但到現在的具體條文仍然未出台 而且也未有一個具體的立法時間 當然說了很久說是6月底 故此雙方其實都是按兵不動 可能要等馮揚會談完之後 才會敲定最終的結果 在雙方仍然博弈當中的時候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舉辦了基本法研討會 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支持時 說到港區國安法 是會賦予中央和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 執法和司法權 中央也會保留權力 直接管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但在後來港澳辦 那份給記者的通稿中 對於鄧中華副主任的支持中 提及到司法權這些字眼 是刪除了的 只是說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設立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並且賦予必要的執法權力 即是把司法權刪除了 這個到底是反映到什麼呢 首先 每一個中共幹部 他出來說話的時候 如果他去到研討會這麼嚴重 一定那份稿是有審稿的 就不是他純粹個人意見 或者是他即興爆肚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 一定他都是照稿讀的 為什麼在那份稿裡頭就有司法權 現在出來這份新聞通稿裡 就沒有了司法權 那到底是不是牽涉到背後 好像有些人在角力當中那樣呢 還是港澳辦現在是不是有少少退讓的成份呢 因為如果你說到明說司法權的時候 你就等同於跟全世界說 香港的司法獨立是玩完的 因為香港的司法權 就集中在律政司和法院手上 如果你說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不僅有執法權還有司法權 就是你拘捕你審了 那些外國投資者想不走也不行 故此後來又刪除了司法權 就是說他只是執法而已 審仍然在香港法院手上 其實對於一般市民來說 都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用紅官藍官去裁判 那你說 你由國安機構來審和法院來審 有什麼具體分別呢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